足球 我想很多人都很喜欢 不知道大家看足球比赛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到 在场上和球员一起跑的球证呢? 今集的主角是香港首位国际女球证 她透过不断进修和训练 加上家人的支持 令她成功踏上国际大舞台 她的故事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看看 我叫罗碧芝 Gigi 我是国际球证 亦是香港足球总会註册的一等裁判员 从小开始 我已经很喜欢做运动 我很想从事关于一些 有关体育的工作 我一直的心意 都是向着体育的发展 当时就读中六的Gigi 在同班主任商量之后 就选择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修读运动管理及训练学高级文憑 一步一步发展她的体育相关事业 其实在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的时候 我主修足球 当时也有考教练的牌照 老师也鼓励我们 不如去考足球球证牌 订多些东西 走入这个男多女小的行业 既要日晒雨淋 体力消耗又大 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影响Gigi 追求做球证的热成 做球证的时候 发现其实做球证也很好玩 为什么呢?做球证就好像 你考一份试卷那样 在这九十分钟里面 你要做出这么多个决定 每一条问题你解决了 你做对了之后 其实成功感就很大 这些问题越来越复杂 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自己 训练到那种 如何不停去鞭策自己 去努力 以及去进修自己 在一场足球比赛里面 除了大家熟悉的主球证之外 其实还有两位助理球证 和一位后备球证的 无论在任何纲位 所有球证都需要定期接受训练 当中就包括体能和判法训练 更加需要学习应用高科技设备 让球证专业维持在最高水平 我相信每一行每一页 都要与时并进 足球也不例外 因为裁判员的水平往往影响了 足球赛事的胜负结果 VR就是希望 比方向赛事更公平更公正 就透过镜头去帮球证手 去做出一些判法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这个也是我们裁判界 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 身为国际球证 经常远赴外国不同地方 执法比赛 除了扩阔了见识和眼界之外 在执法国际性赛事的时候 更加大比较成功感 我最深刻的赛事 就是中国对巴西的女子国家 就是友谊赛 做球证 就不会是一个球场上的主角 我们就在等着 上台领取裁判员的纪念品的时候 巴西的领队就主动迈到我身边 他就跟我说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 这场赛事呢 因为真的很难做 刚才也很刺激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竟然原来领队有留意到 我执法的时候的努力 本身都很喜欢运动的爸爸 看到Gigi可以发挥所长 也都很支持女儿 在球证路上继续发展 如果我自己觉得 就是她喜欢的 就做得到的 她体能做得到的 我是很支持她做的 那你用心去做 做到出来的 大众认同的 那你得到的 未必一定是金钱上的收益 那是她自己本身的满足感 最重要 其实我内心是很开心的 我看着她一路发展 这个兴趣更加使她 还要向上爬 她要读好些 增值多些 那这件事我值得鼓励她 有时候Gigi要出国执法比赛 爸爸也身体力行 去表达对女儿的支持 Gigi爸爸也认为 假如能够给予子女的 发展空间越大 将来她们发挥才能的能力 就越强 你们又找到你的方向了吗 不妨多些和家人 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再次看到 浅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